今天小编被朋友发给小编的微博给整猛了,毕竟在这个从微博那张纸照片做头像都要去水印的年代,居然有人用图发微博才不去水印,关键还是个挺有名的明星,小编看到的时候是猛圈的,毕竟加上文字看起来,真的看起来,像是有人徒弟送了这样一份礼物似的, 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评论被限制了,只剩下少部分人能够评论,但是风向却很一致的祝幸福,热评第一第二只是解释为什么不去水印,但是在这一天和谐之中跑出来,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声音,质疑了一下为什么叶璇总是大方秀恩爱,可惜被删得太快了,小编直接到了一个,于是小编爱戳戳的翻了一下叶璇的微博, 发现叶璇的描述里,有一个超级爱她的对象,往前追溯这位男朋友还送过房车,评论里也是超羡慕叶璇的,正常情况下换座小编也会很羡慕,在这可是一辆房车边,不过羡慕完住院,一下幸福看起来还是蛮正常的,也是什么质疑的评论都没有,再往前看一下,两个人好像很恩爱, 嗯,不错不错,毕竟以叶璇的长相和实力是不缺好男人的,两人说不定是互相喜欢的,但,太过风平浪静了,正常的有点太不正常了,微博翻着翻着突然就觉得叶璇很开放呀,很多时候把两人的相处描述,得很清楚很清楚,甚至有时候看得会脸红,感觉跟真的似的, 小编比较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就这么个情况,又选和她的男友这么恩爱,但却从来都没有公布过男友,两个背影都目的,就真的像那位网友说的那样,男方从来没有出镜过,前两天倒是发了一段比较似是而非的博文,好像暗指了图片中有她的男友,可是就这么张图,小编特别想不稳扰的说一句鬼才看得出来谁是你男朋友, 在想想之前的小莫先生,之前和小莫先生在一起,的时候就帮忙上法庭,看了小莫先生的前女友,言辞间不免有些只得意满,采访的时候你公然诋毁过小莫先生前女友,小编,不是很懂这种行为,但小编感觉着人的微博看着很吓人啊,毕竟今年官司输了,以后叶璇就已经和小莫先生分手了,微博都杀没了, 那到底是和谁在秀恩爱呢?不断删屏控屏,滞留下自己超幸福的现状,网友的质疑不回应,反而直接删掉什么的?小编有些细思极恐,这种行为有点自信虚的感觉啊,大家觉得有可能是谁?真的存在这个对象吗?快拉评论区留言呀!